台中事情大破获了西区的一间血汗南模会馆 以高兴主贤为首的暴力犯罪集团 对旗下的南模设立了严苛的标准 如果没有穿西装或是被客诉的话 就要扣3000到3万元不等 如果南模不从的话 就会被殴打恐吓 逼迫签下本票 导致有些人来上班还没赚到钱 就先欠下了一大笔债务 包厢内南模跟着音乐摇摆朝日气氛 使出浑身解数要让顾客开心 不过来上班的南模 却有人被公司暴力对待 整段证明书写的头部错伤 这伤口怎么来的 被公司干不打的 上班迟到或者是开会迟到 或者是说他没有穿着西装 那违反一次规定 可能扣3000到3万不等 翻开南模规装来看看有多严苛 迟到10分钟内1分钟罚50元 请市价扣3000 带槟榔上班要罚2万 被客诉罚3万 南模来上班钱还没有赚到 先被扣光光 反而变成欠公司债务 总共有5名南模受害 如果被害人不从 就会以恐吓 包打 胁迫等方式 来逼迫被害人交付现金 以及签订本票 位在台中西区这家南模会馆 幕后老板就是施暴的高姓主席 被以组织犯罪 恐吓取材等罪嫌送办 至于南模会馆是否合法成立 现在警方也要继续追查 记者凑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